封中霸凌案校方调查不成立引发华栏 有家长在多名的明代以及人本中部联合办公室陪同下 揭露调查报告内容 明代表示报告内容令人沉默结舌 痛批这种报告等同又霸凌学生家长一次 当事人学生家长表示无法接受将再提申付 风云高中则透露霸凌因应小组无校内人员 对于调查结果只能够尊重 是否无能 是否无能 拒绝霸凌 议员们痛心疾忽痛批调查报告黄诞离谱 台中市风云高中有男学生2月份已遭霸凌亲生 校方两度启动调查都认定未涉及霸凌 学生家长在人本基金会及明代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强调无法接受将提申付 台中市教育局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他们自认为说他们站在公盛课方的立场 但是 刚刚主任讲的 我不要说交手 在我跟他们要报告要真相的过程中 他们处处针对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要真相而已 明代们痛批学校霸凌调查小组最新的调查报告中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作为霸凌事实与否的判断依据之一 但很明显有引导作答的嫌疑 调查报告明显有美化学务人员的行为 将协助家长依法提出霸凌申付书 蔡爸爸的儿子没有了 在风云高中念了高二上念了一个学期 受到这样子处理 然后开学教育局开学后 他走了 然后开始只是要一个真相 真的有这么难吗 我们今天就很想要问说 我们整个报告 你从之前被退回到现在 你还是送了同一份 而且如果大家打开这个调查报告 你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调查 这个民调上面的题目 请问一下有没有引导执行 对此风云高中则透露 霸凌因应小组无校内人员 对于调查结果只能尊重 市府教育职责表示 要求学校针对外界的疑问做公开说明 也希望家长依规提起身负 争取重启调查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道